上次橋它在90年完工之後 就是我們華蓮縣政府這邊就是為了提發我們食材的特色 有在每一個就是橋樑護欄的燈柱上設置食屍子 那當時設置大概有145座的造型各個都不一樣的食屍子 經過我們去年6月底就是因為2006一陣之後 公所把整個上附橋整個在做一個陣後的重建工程完工之後 我們近來我們同仁巡查發現說我們護欄上面的食屍子似乎被破壞了三隻 那其中有兩隻已經就是不在現場 有一隻還遺留在現場 我們今天就是當場把它帶回辦公室裡面 就是改天會再來把它扔回去 造價這部分由於因為它已經有點算是15座 所以這個物價可能還不是有一個很公定的價格 不過它因為每一隻獅子的造型都不一樣 所以在我們這邊算是一個很珍貴的當地的一個人人的市場